哈喽 我亲爱的小宝贝们 我是小贾 我是大壳 前阵子 我们疯狂爱丽男团 所以我们就要与陆俊章的这齐爱丽 一个女团 一个不同于 其他女团的女团 她们就是 14年韩国组合 mama mou 组合由4位成员组成 金融仙 文馨乙 丁慧人 阿恩 慧珍 他们组合真的是 我不说他们有特色 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说白了呢 就是他们四个人组成的这个妈妈梦 和其他女团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们四个都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 和自己特有的风格 那气质气场就不一样 不是可爱风或是阳光小女生的路线 没错 他们每个人都很性感 但是他们没有把性感当饭吃 慢慢目标到了保持女性的本贞 也依旧可以帅气十足 他们呀仿佛给了女孩子一个标杆 即使你是女孩子 不用剪成短发 不用故意穿得很中性 不用说话故意粗里粗气 可以穿着小裙子高跟鞋 留着大波浪 帅帅气气的功气十足 颜值也不是妈妈木身上需要讨论的要素 不要觉得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 才应该是女团的标准 再说 我们没颜值 那我估计妈木眼粉 就要扛着50米打砍刀来了 天朝混血 全球最美面孔24的金融仙 人间班首 名品日曼女主脸 文星一 阴色流氓 柴犬介王祖先的丁辉仁 性感爵士 欧美身材的安慧珍 谁说不好看 拖到后街暴打一顿 觉得好看的就在空瓶扣衣 不好看的扣眼珠子 我看看你们都是什么态度 妈妈木的老大就是金融仙 他真的是才华横溢 就说他做的曲 手手都是木木们的心头肉 而且他的身材 那真的是小假羡慕不来的 哎呀那颗扣子真好看的 哎呀那腹肌 我真想替小假摸一摸 你自己摸 因为你带我干啥 哎呀那手臂 我看你这长人就摸子了 这个你看这谁顶得住啊 我一个女生 我看到这个腿我都顶不住了 不好意思我暴露了 我想到你那根管 我跟你讲他应该是我玩石头剪刀布 唯一能赢的人 为啥的 因为他永远都只会出石头 团里啊出了名的傻 大家都仗着他傻欺负他 下一位啊是又美又A的文宣音 他在团里是Rap加舞班 他可真的是又认生又会撩 情商还高 哎也是我们妈木的外交官啦 最怕Rapper唱情歌 话说这个MV能再廉价点吗 快想要想到那去了 真的是 这个团啊 你陷进去以后 很容易在自我反思的时候 怀疑自己的性体上 18年前后 文星1的Rap风格转换很明显 改变自己的风格来适应团队的转型 4G专Rap部分 很能打的 再来看看正规二节主打曲 Hip的Rap部分 先听条件上 那是Bombipe嫂 低层有力 吐词非常的清晰 家里老三丁辉人 他可是大家口中的阴色流氓啊 因为他不是典型的韩国甜美细嗓 声音很有厚度 哑光音质有没有 被乐评人称赞过唱歌技巧 所以唱功啊 也是非常的优秀了 灰尼是百搭款嘛 唱哪首歌都解爆了 再看看我们灰尼帅气的舞蹈 就说帅不帅就完了啊 如果你看了妈妈猫TV 你还会发现啊 她是一个很魔性的人 上综艺节目 她的笑声 可以贯穿整个节目 碾压BGM 每天笑一笑智商不见了 我们盲内老四呢 就是安慧珍华莎小姐姐 真的 说实话 完全没想到 黑金妮居然是盲内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她会是团里老大呢 不过啊 她真的是一个 很有态度的女人 这世代的说明的基础 我必须不认为 我必须有另一个基础 真的太震撼我了 其实就像亚密的歌词一样 大千世界 不必为了特别 去抱歉鞠躬 我们本身就是美的存在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 只是现在的审美 不能看到我们的美丽 她的嗓音唱爵士音乐 真的很好听 最近她的Maria 但可我真的是 答案曲循环听不够啊 他通过这首歌的歌词 传达了语其通过抱怨他人 来消解在无情的世上 受到的伤痛 抱着为了自己 再次做梦的真诚信息 既是华莎自己的战歌 也是所有被打上 标签的女爱豆的战歌 对于女性和这个社会啊 女性不必为了迎合社会 而去改变本身的自己 这四个人凑到一块 嗯 绝了 唱功没得说 四代女团里 妈妈默歌唱实力 绝对top 现场感染力极强 从第一张迷你专辑 hello开始 一直到去年的第二张 正规专辑 reality in black 几乎涵盖了各种曲风 并且 每种都驾驭得很好 那是游着游舞 妈妈出品 必是精品 不管是唱还是跳 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的路人说 他们只会唱歌 不会跳舞 那咱们就得跟他说的说的 妈妈木不会跳舞这个梗 是因为妈妈木前期 没有复杂编舞 他们的练习室啊 四代团里 数一数二的好看了 就这还不行吗 加上前面的钢管舞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哇 走绝一女的 反正我是被撒到了啊 RBW呢 也是小公司 在妈妈木初期的时候 估计也没想到过 他们会成如此大事 因为小公司 想要抱一个团 真的是太难了 他们四个人关系好 而且啊 四个人还是真性情 妈木的风格呢 是不固定的 全汉圈独一份 从来没有什么框架 束缚他们 这才是他们最出众的地方 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 Vocal方面呢 四代开卖率100% 唯一一次对嘴 还是因为不会对嘴 被粉丝嘲笑了 四人的音色都不属于常规女团音色 没错 创作能力呢 妈妈木本身就是一种玩乐的态度 享受的状态 真的是让人很喜欢 每次他们的歌呢 总会给人一种力量 嗯 其实我们说再多 也只是妈妈木的冰山一角 如果你们通过这期视频 想更深入的了解他们 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他们是宝藏 总之啊 妈妈木的人格魅力 值得你们去关注他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想听我们 阿丽哪个男团女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我们呢 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的 最后 有逼的捧个逼场 没逼的 归筹点赞收藏加关注哈 爱你